针对食安风波 立委要求相关单位不要再推诿 要求环保署、卫福部、经济部等相关单位 召开跨部会的会议 一同面对解决食安问题 不要让台湾社会继续遭受到不安全食品的伤害 官员如果没有责任的话 那他就不需要担任这些职务 今天并不是这些教授出来讲说 这吃一点没有什么 可是你要知道说 如果我们是从早餐、午餐、晚餐 你都吃一点 你每天都吃一点 那这样子所造成的伤害 是这个你是无法想象 而食药署10号下午 针对强冠搜水油案进行总结说明 认为这个案子已经告一段落 也发出四项总结说明 包括严惩不法才以罪一罚 从切断源头禁止制造 透过追踪流向 以及下架回收以阻断流窜 问题油品以及产品严禁流出 管区中心主任冯论兰表示 最初由强冠所提供的 235家业者名单 现在仍有15家业者否认 从强冠进货 不配合卫生局的稽查 10号中午12点已经交由司法机关来侦办 不愿意配合或者是找不到地址的这些厂商 今天变成15家 这15家我们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所以我们把15家的名单 已经送给了检察官 对于目前235家的强冠的下游厂商 如果拒不提供 那也不配合的话 我们可以裁罚3到300万 那目前我们汇总整个卫生局 对这个案子的一些厂商 大概我们预计 正在跑行政流程 预计现在目前是预计财阀的金额是2450万 强冠公司的全桶香猪油 出货的数量是782公顿 下游厂商总计1020家 截至10号下午2点 地方卫生局基查已经掌握问题 油品流向是730.4公顿 其中已经封存161公顿 制造成问题产品246项 而下架封存回收的有250.9公顿 目前已经销毁6.9公顿 也将持续回收销毁 石耀署也表示 沟雄卫生局已经针对强冠公司 储新台币5000万的罚还 并且将市政移送司法机关来侦办 同时也将代姓副总名校账户存款冻结 另外地下炼油厂的郭列臣 全数的账户以及资产已经冻结 记者等于巴扎克台北市财宝报道 就是账户地下炼油厂的 是直接内容 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